我認為這場高股息一貼甫 將成為 績笑丸 5月高股息一貼甫 00878 00919 00940 換股除息 大亂鬥 你們想要我的高股 我都知道 5月對於高股息一貼甫來說 可以說是大亂鬥的一個月 因為不只有許多高股息一貼甫 都挑在5月除息 也有很多高股息一貼甫 挑在5月展開換股 這兩件事都很重要 因為高股息一貼甫 績效要好 首先你的成分股 必須要強 再來一貼甫除息後 也必須要填息才行 否則就變成 賺了股力 賠了價差 那麼在這場大亂鬥之下 到底誰才能夠成為 這則我心目中的績效王呢 目前總共有9檔ETF 會在5月份出息 其中有3檔高股息一貼甫 分別是00878 國泰永續高股息 009000 富邦特選高股息30 以及00929 富華台灣科技優息 這一次最重量級的 就是00878 配發的0.51元 登記配息率 殖利率約為2.29% 換算成年化殖利率 就是9.16% 而單記配0.51元 也是00878 成立以來的最高的金額 總共會有124萬名股東受惠 而00878這次調高配息金額 是不是會成為高股息ETF的績效王呢 先別急 我們先來比較看看 最近7次發販股息00878和00900和00929的填息紀錄如何 其實差距非常明顯 由於00929是月月配 所以每個月發販現金鼓勵金額一定比較少一些 所以填息的難度相對容易 不過和00900的42天還是有蠻大的差距 所以官司從填息日程來看 則則就不會考慮00900了 因為填息時間是在拖太久 那麼00878和00929要怎麼選 我們繼續來看看 接下來的高股息ETF的換股潮 5月同購三檔重量級ETF會迎來換股 分別是剛剛前面介紹的00878 凝股交易全台灣第一的00919 以及剛上市不久的00939、00940 不要小看好像只有四檔ETF 這四檔ETF加起來規模就超過7000億 一套換股下來 很有可能在台股當中掀起波濤巨爛 不過由於00939的規模還不到前移 我們先不考慮00939的換股影響 以及已經公告換股名單的00940 先著重在00878、00919究竟會如何換股 我們先來看看00878的選股條件 第一個一定是MSCI台灣指數的成分股才行 就是台灣的大型股和中型股 第二個主要為MSCI ESG、評級達BB 含以上等級 第三個過去三年平均年化殖利率是最高的 第四個根據選項期間的現金殖利率來排名 要提出最後10% 第五個按照股利率分數來排名 所以我得出來00878換股的時候 可能入選的股票是 年勇雅尼群觀歷程 可能剔除的股票是 台泥第一金、庫班機以及兆豐金 再來看看00919的選股條件 第一個上市櫃發行市值前300大 第二個日平均成交金額指標高於8000萬元 8000萬很簡單啦 這個不是一個難的條件 第三個 近世紀的稅後 ROE就是股東權益報酬利率為證數 第四個 依照股利率大小排序前30坦為成分股 計算出可能入選的股票是 金成銀、台俊、創建和易關 可能剔除的股票是 尾串、兆豐金、金像跟瑞鼎 當然這些都是哲哲和研究團隊 估算出來的可能入選股 正確資訊還是要等投信公布的換股名單 但哲哲挑的這些股票都是高息基歐股 投資朋友可以來參考看看 另外大家筆記可以拿出來抄一下 00878會在5月17日公告最新成分股 00919則是會在5月24日公告最新成分股 至於現在最紅的00940 最新的換股名單已經在5月10日出爐 哲哲也會把相關的新聞放在字頂留言 有興趣投資朋友也記得去看看 因為我們現在節目播出的時候 已經是5月11日了 先撇開剛善事沒多久的00940不看 以今年以來的績效來看的話 可以發現績效最佳的是00919 含息報酬高達14.27% 因為持股和00940高度重疊 3月10受惠00940深購熱潮 帶動相關成分股大漲 以及持續維持高值率的配息政策 因此稀买盤持續進駐 所以00919的績效會是這幾檔當中最好的 至於績效排名第二的則是 00929的9.68%的報酬 00878則是6.87% 00929畢竟是以科技類族群 為主要子股 行情好的時候 績效更容易好 而00878則是由部分子股 分散在傳產金融股 這也是績效會有落差的關鍵 比較完今年以來的績效後 相信大家最想知道的是 一定是今年到底誰會是績效完 這則認為可以從換股頻率來看的話 00929一年只換一次 基本上績效可能不是大好就大壞 這則因此先不考慮00929 那剩下的00878 00919還有00940怎麼選呢 00940因為現在還是破發 也就是價格低於發行價10元 所以換股後的績效如何 而且是第一次要換股了 還需要再做觀察 再加上會不會有所謂的解套賣壓 都需要留意 剩下的00878以及00919怎麼選呢 關鍵在選股邏輯 00878參考過去三年的殖利率 2023年2月以來 已經加入了殖利率平穩機制 若殖利率變化太多 恐怕會從選股名單中提出 所以成分股主要會是 長期配息穩定的股票 相較之下 00919的選股邏輯 是以近一年的數據 單案做參考 雖然和00878相比 好像看比較短 但是現在市場上 反而更喜歡這種短線上 給出驚喜的高值率題材股 不一定會青睞 長期配息穩定的股票 但是事實上 009今年以來的績效 是完全壓制了00878的 加上00919下半年 換股的月份是12月 相較於11月就換股了00878 則則認為 更有機會掌握到隔年的產業趨勢 因此則則認為 00919有機會成為 接下來的績效丸 如果你覺得 那觀點是非常獨特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周六台股包包 再會啦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 我們訂閱頻道 也有十幾萬人 喜歡我們節目 要記得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最重要的是什麼 也要記得留言哦 按讚留言分享 然後也可以加入我的Line 台股包包包 我們下周見